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到了Home Depot,发现这里呢上架了很多的大花球,非常的美 这里这些漂亮的小花呢都是各种不同颜色和不同品种的小橱菊 它们统称为Garden Moms,Garden Moms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我在这边发现了两盆真的太美了 不同颜色的小橱菊混搭在了一起,真的是非常的美 虽然它呢还有很多花还没有开 如果到了开花的旺盛期呢,那它的整个花盆呢就会被这些漂亮的花朵所覆盖 那道士的效果呢一定是非常震撼的 这边呢这个亮黄色的小橱菊呢也是很美的 那除了传统的黄色小橱菊,这边还有这个大红色 这个大红色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喜庆 如果把它放在门口呢,装饰门廊也是非常美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橘色的小橱菊,它给人非常阳光温暖的感觉 它里面大部分的花苹呢还属于含苞待放的一个状态 我个人是觉得这种状态的盆栽呢是最好的 买回家呢就有花看,而且呢还会有陆陆续续的花在不断的开放 这边呢还有一些桃红色的小橱菊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颜色呢就让我马上想起了杜鹃花 这边呢有一盆粉色的小橱菊 那它基本上都是撕开非开的一个状态 看上去呢观赏性不是很高 但是这一盆花如果到了花期呢真的是非常的美 因为它的花瓣呢是淡粉色的 那它的中心位置呢是桃红色的 等到花开的时候呢是非常漂亮的 它会形成一个粉色的大花球 这些小橱菊呢是多年生的植物 但是一般在花园里呢都把它当作一年生的植物 由于它的根系较浅 所以呢它很难在花园里过冬 它比较喜欢全日照的环境 在充足的阳光下呢它会开花更多 由于它的浅根性呢一定要持续浇水 尤其是在干旱期和秋季 同样呢在花期呢它也是需要大量的水分 我在这边呢看到了两盆开爆盆的黄色小橱菊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它的花期已经到了旺盛期了 如果选择这样的花呢可能看不了多长时间呢 它这个花差不多就要卸了 我们在选择盆栽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像这种状态的 那有少部分的花苞呢已经打开了 但是大部分的花苞呢还在生长期 这样的一个好处是呢 我们买回家之后呢不但有花可以看 而且在我们选择花的时候呢既可以看到它的花形 也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颜色 一般像这种盆栽呢它不会详细的给你标注出 它究竟是什么颜色或是什么花形 那如果我们全部都买只是花苞的这些盆栽呢 等到它花期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 我们所选择的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颜色或者花形 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